超大樹木直接橫倒雙向道路 汽車騎士要通過非常小心 這棵大樹整個壓垮一輛銀子休旅車 車頂壓出一個凹洞 損害不小 受到颱風軒嵐弄影響 新北市淡水發生兩起樹倒事故 包括二日晚上十點多 當時最大震風七級 以及三日早上最大震風五級 幸好當時車主沒有在車上 兩起事故無人受傷 相關人員也到現場約一小時 排除交通狀況 淡水區三號一早下 減些大雨受到颱風影響 也導致淡水往返巴黎的渡輪 週末假日停止 淡水老街冷冷清清 游客寥寥可數 假日遇到颱風天 不少店家乾脆不開門營業 淡水明電雖然照常開門 但也紛紛喊苦 淡水阿給預計業績減少超過五成 阿婆鐵彈也預計生意減少約四到五成 大大不如以往假日 人現在比較少 現在都沒什麼人 你看這條老街都人很清清的 以後台風天 所以生意真的很難做 颱風宣蘭諾逼近氣象局 預計北台灣風雨將持續到週日上午 游客選擇不出遊 連帶影響淡水老街的觀光人潮 屆城實煉楊宗宴SNG小組新北報導 腦力耗盡需要睡眠 睡前30分鐘來包冒冒水 放鬆心情舒緩焦慮幫助睡眠 讓你睡得好精神就好 充飽店再出發 蠟氣的推薦代碼CPI567 還有主播出人物CPI444 學生第一次 參考 摇